展開監察院政治現金申報平臺 查詢排行冠軍就是柯文哲 已經逼近兩萬人次 柯文哲政治現金疑點多點爆發 現在又被揪出怪異之處 有網友整理出賴侯科三人 政治現金來源筆數跟比例 發現柯文哲現金捐款 不論個人或企業 比例都高達八九成 遠高於其他兩人 而選前短短三個月 柯文哲更收到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筆 將近兩億元現金收入 比數是賴喉加起來的一百八十二倍 議員直言並不合理 柯文哲的支持者群眾 其實都非常的年輕 而且也有許多科技新貴 我想對於這樣子 這麼便利的第三方支付捐款 大家應該會是多多使用的 所以現在是不是柯文哲的政治現金 捐款的申報又出現一個巨大的錯誤 選民結構讓議員認為 現金比例高於匯款十分吊詭 另一方面網友還發現 捧著十萬鈔票來捐款的賴清德是三人 侯友宜兩百九十七人 柯文哲三百一十人最高 而十萬以下最高現金金額 賴清德五萬元 侯友宜八萬元 柯文哲則是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而且有三十一人 匯款的話通常很多這樣的金流都會被登記 現金比轉帳刷卡等等還要更難追蹤金流 但整理圖表的網友也猜測 或許是民眾黨把現金跟匯款欄目弄反了 對此民眾黨表示沒有回應 但現金比起匯款更難追蹤金流 柯文哲的高比例現金捐款難免棄人移動 三立新聞 歡迎回到美軍特寶島